北京时间2022年1月13日刚刚结束的世界斯诺克大师赛 首轮第七场比赛中 特鲁姆普与马克艾伦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中 特鲁姆普凭借两感101分的表现 以2比2战停单感打出92分的艾伦 进入下半场之后 两个人的状态依然很不错 但是艾伦的战术明显要比特鲁姆普更好 他一度凭借优秀的战术以4比3反超特鲁姆普 但最终特鲁姆普还是凭借顽强的表现 以6比5绝杀强敌马克艾伦成功挺进8强 艾伦强势回归以2比2逼平特鲁姆普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中 特鲁姆普的状态明显更好一些 在首局比赛中 艾伦多次出现失误就给特鲁姆普好机会 最终特鲁姆普凭借单感101分的表现 以122比8拿下此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1比0领先艾伦 第二局 艾伦先得1分击打黑球失误 特鲁姆普尝试进攻同样出现失误 艾伦单感92分93比0名封对手1比1战平特鲁姆普 比赛进入第三局 特鲁姆普再次发挥出色 他凭借单感101分的表现 还了艾伦一个零封并取得2比1领先 第四局 艾伦凭借多次上手机会 以61比29的表现2比2平特鲁姆普 艾伦强势回归以4比3反超特鲁姆普进入下半场之后 特鲁姆普快速找回了状态 在5局比赛中 特鲁姆普率先把握住艾伦失误的机会 成功拼进红球获得上手机会 并以单感88分的表现 以88比0拿下此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3比2领先特鲁姆普 第六局 特鲁姆普在防守时出现失误 艾伦打进红球成功获得上手机会 单感轰出65分 并以65比0拿下此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3比3战平特鲁姆普 比赛进入第七局 艾伦率先打进红球上手后 拿到40分出现失误 随后特鲁姆普打进红球 后继打绿球失误 艾伦再次打进红球上手 拿到7分后再次失误 特鲁姆普打进红球再次上手 但是他的失误 还是让他错失了比赛的胜利 最终艾伦以63比26 拿下此局取4比3的领先 特鲁姆普以6比5绝杀艾伦挺进8强比赛 进入第八局 特鲁姆普率先尝试远台进攻出现致命失误 给艾伦留下中带的进攻机会 艾伦打进右侧中带红球得手 在拿到54分后出现失误 随后特鲁姆普尝试远台进攻失误 双方开启防守模式 在防守中 特鲁姆普凭借易感运气球上手 在拿到16分后 失误被迫开启防守模式 但他随后再次出现失误 艾伦再次打进红球上手 拿到8分后再次防守 经过多次角逐后 特鲁姆普65比62拿下此局比赛的胜利 以4比4占平艾伦 第九局 特鲁姆普再次率先把握住机会 轰出单杆135分零封对手 从而以5比4领先艾伦拿到赛点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本届赛事开赛以来的单杆最高分 比赛进入第十局 特鲁姆普率先拿到1分后 解球失误被罚4分 艾伦打进右侧底带红球上手 并最终以75比2拿下此局比赛的胜利 以5比5占平特鲁姆普 第十一局 艾伦率先阴近红球上手拿到23分 击球失误被罚4分 最终特鲁姆普单杆62分 以76比29拿下此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6比5绝杀艾伦 成功闯进8强席位